据新华社报道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 日前在接受中国媒体联合采访时表示 不论国际风云如何变换 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 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必将在更高水平上不断前进 张汉辉说 中俄元首保持密切交往 就双边合作和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这是两国关系发展的指南针和定盘星 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 就推动中俄关系体制升级 维护地区安全本定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达成一系列重要战略共识 十年来 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 双边合作取得新成果 战略协作达到新水平 张汉辉表示 中俄成功走出了一条大国战略互信 邻里友好的相处之道 两国关系从不针对第三方 也不受第三方干扰 更不接受第三方的协拓 世界越是动荡不安 中俄关系越英文步向前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军事 中方愿同俄方一道 维护和平安全与发展繁荣 携手后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同落实一带一路倡议 推动两国务实合作 实现跨越式发展 把新时代中俄关系 不断推向前进